大家好,飞飞老司机又给大家带来了经典的吃播 其实呢吃在什么卡车上真的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和谁吃,像现在我有个饭搭子了,对吧 所以说吃的东西就有点讲究了 好,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晚饭做什么,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晚上这么晚吃饭,好,这回我们晚上就是鸡扒 而我们呢,有两种调味料,第一种调味料就是这个 我们在Costco买了这个,Clubhouse的叫什么 不过就叫做这个Montreal Chicken,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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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Montreal Chicken的酱料 还有另外一种酱料什么酱料,就是我们这个,Lemon Pepper Seasoning 到时候呢看他愿意吃哪个就弄哪个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给大家展示啊 我怎么样煎的 鸡排有很多种煎法,那首先这个烤盘啊,你一开火他就会预热 就是预热五分钟,这个东西一开始慢慢东西都习惯啊,慢慢东西都是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快的呢,儿子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用,所以说他先预热五分钟 预热五分钟,大家现在你看我学到吗 我现在我开这卡车我没熄火,因为这东西功率比较大 如果说你的那个converter啊,就是converter叫什么,如果你的变压器的功率不足呢,那你要小心点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电饼称的功率是多大,估计有2000瓦 而我那个1800瓦吧 你说差200瓦怎么办,没事没事啊,看看啊 这时候给大家看看,这个这个有个有感觉了啊,你看五分钟之后呢,热了之后呢,我建议大家再去放这个肉 知道吧,直接的因为什么那种那种那种火煎的就好很多了吧,但不管了,我们这个这个肉煎多长时间呢,我也不知道 因为第一次做这个鸡爬,但是我觉得这个鸡呢,肯定比牛呀,难熟一点 所以说我们煎的多煎点也可以 看,预热时间没了之后呢,我们现在看到功能选择啊 有烤鸡翅 大火,小火,贴锅花生米,背腾,鸡蛋饼 油饼,葱油饼,大虾烤鱼,煎蛋煎牛排,北坑手抓饼,我不知道该用哪个啦,兄弟们 锅盔烤鸡翅 素脆就这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啦,就这吧 好了 上面预计的时间呢,就这么回事的啊 什么大火,小火,自主,火力选择 有小火,有大火,有素脆,有预热,我们用大火 我们用大火,我觉得 用大火把这个弄弄啊,这边可以火力选择,这边可以自主DIY 这个可以设置时间,那不管了,我们还是鸡翅膀 开始吧 鸡翅膀大火,开始啦,烤了烤了烤了,来,Eason 来,你帮我看看啊,来来来来,咱们把这个拉开 咱们看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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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怎么什么感觉 呼 可以啊,有那感觉哈 要不要翻个 不翻了 对不对,这肌肉啊,蒸了七八分钟之后,应该就没问题了,你觉得呢 哎,就爽吧 七分钟之后我们回来 这七分钟我们干啥 别关哪 这时候真的就坐坐的等了 等住了干嘛 我把我的花生米拿出来 哈哈哈哈 小九坐上 待会儿呢 怎么个吃法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回毕竟有饭搭子了 跟饭搭子聊会儿 谈论谈论人生 看看 我们该 明天 怎么怎么办 好 我先做两口花生米 待会儿再跟你聊天 现在呢我们差不多三分钟过后呢 我刚才接了一下盖 看着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 我们接着煎鸡排呢 你发现鸡排是不是这个油有点水有点多了 我们就能用这个油啊水啊就是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用这个纸啊 把这个油先吸出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快很多 而且最重要我不说了 这东西 对吧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法 我现在就是告诉大家用这张纸呢 把这个 把多余的水分给它吸出来 像我们男人呢 只能用鲁管纸 女人呢 女人好像用什么 用用用用用 他们的那个西 西里比较强啊 我这鲁管纸都得用一张半 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要鲁管纸 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能不能行得通啊 但是我觉得可以的 这时候呢好了 继续 我觉得肉可以吃了 但是要把它你记住 这种情况下给它翻个 还不需要翻个 但是我不说了这个我不觉得啊 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鸡里面这个 还没有煎脆啊 就大伙把它煎脆了 我觉得 还能再煎了 哎呀不应该用大伙了 我应该用那个素脆了 活力选择 用那个素脆了 素脆了 现在我感觉 用大伙蒸六分钟 蒸个五分钟呢 现在给我感觉鸡肉熟了 现在我要往外面的变成金黄色 我用个素脆啊 我就用个素脆 到底多长时间呢 到时候呢 我一边吃之后 一边跟大家说 你们每个东西啊都吧 每个东西就是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 好用 好用东西跟大家分享 对吧 你往这一做 十来分钟吸个不吸火 做个笨牛的鸡爬饭 配上各种各样的想吃的料 那老不一样 一会儿的鸡马上就好 鸡排是我的下酒菜 对不对 吃饱了喝足了吃鸡排 给大家看看还有两分钟啊 其实我就这么回事啊 大伙先蒸个六分钟 大伙先用六分五 再用那个超脆也蒸六分五 差不多十二分钟吧 整个下来我觉得十五分钟应该差不多 因为你想让表面煎成黄色 然后最重要什么你没事干 要把它加开的时候如果他有油太多油啊 你要记住一定要把油啊 用纸细走 我现在觉得 没问题了我要留点油 为什么留点油呢 留点油很简单 看看我的主食 意大利面 待会儿往出捞 用油一煎 再来点儿 我都拍不着气死哪儿子 我在那里行了没问题了 知道吧 所以吃完鸡排喝完酒 还有我们的 气死然后再加上那个 意大利面 你知道有些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吃过那 臭臭的香香的 一会儿我吃给你们看 老爽了 有时候开车你知道吗 这次我出来因为有饭搭子吗 我这次开车出来真的 每天就开个五六百卖 轻轻松松 两三个小时一块搭子 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 就到了 好了 时间刚刚好 Eason 我想问你 你想吃什么口味的 你想吃Montreal的 还是想吃Lemon pepper的 这个没人性 这个呢 调料呢我花了差不多十块钱买的 来来来来帮我拿点 我们今天准备呢 他既然说boss 那我们就说了 对吧 我们就一半一半呗 先把我们这个先把我们这个蒙脆的 这个吃看看 我这个味道不错 但是好不好吃呢 我不知道 因为我第一次 用这种老外的东西 你说这个对吧 因为他我觉得你什么吃可好啊 什么吃可好啊 这个东西还不会吃 不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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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了 现在这个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 最重要是怎么撒兄弟们 有两个第一个 这边 口大 这边 口小 你说像这种情况下钢哥这种厨身 必须用这种大口的 口口吸的不行 看着这个 上面煎的是黄脆的啊 来吧 不要怕撒多啊 怎么样 感觉如何意思 这时候干嘛 盖盖 再来个几秒钟 因为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翻一下 就把这边的油那个 咔嚓 给它翻一下 漂亮 我们这个翻那边不是说是啥 就是让那个 让那边那个啥呢 油了 进下去啊 哎呀漂亮漂亮 然后这时候再在上面来一层什么 哇 哇 超级爽超级爽 哇 太爽了 这鸡排炸的 我们再来个素脆 功能选择 貌似我会给它六分五 但是不是 我呢再给它一分钟的时间 为啥呢 就是把那个料汁进一进 可以开始了可以开始了啊 你要你要用哪个盘 放得圆的 好嘞好嘞好嘞 这筷子我们不需要 勺子我们不需要 勺子我们把它放回原位啊 哎呀 我有位置了你有位置没有 我们需要把这个盘子挪一挪是吧 我有位置了 你有位置了 你有位置了可以吗 可以啊 我们我们把这个水啊 用这个纸吸走它 待会儿我们就吃这个鸡排 你吃几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行了 且吃且珍惜啊 我觉得行了行了 开关我直接关火了 爽不爽 儿子我先给你尝一口 你觉得我不OK 我先给尝一口啊兄弟们 我先给尝一口 哈哈哈哈 我真怕烫着自己 但我觉得鸡排觉得 而且我又你说这个鸡排 看我有没有胭脂呢 我个人建议啊大家放少少量的盐 加少量的生抽 够了 其他什么都没放啊 哇 有点脆有点烫 嗯 看脆皮 这个料也不错啊 比我那个lemon hyper seasoning 貌似得劲 下次用这个炸鸡排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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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个这儿啊 真爽 我强烈建议大家吃鸡排这么个吃 哎呀我太幸福了儿子 你看着我吃幸不幸福 挺幸福的 哇 哎 那种脆皮 你孩子我儿子说不知道 说这是生的 我说这叫炸脆了 哎 看 哇 嗯 哎 等我等我等我 儿子你再坚持坚持啊 我再跟兄弟们喝个酒聊聊天 你再请个五分钟 哇塞 来来来喝口酒喝口酒 哇塞 嗯 好啊 这鸡真的香 我这些量 贼猛 最重要的是 是人 就能做这鸡排用这个煎饼 煎饼 这是第二次了 之前同学们都说了就要电饼撑 哎管他撑了是党了 我就告诉你好东西 我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我的生活 对吧好我跟大家分享分享 我生活有激情跟大家分享分享 所以说呢 我永远希望我看我视频的人呢 记住两点第一个 我们只说爱 不说恨 对不对 我们只说支持 不说反对 为了人类的进步 我今天帮你们把这个鸡吃了 哈哈 得劲得劲得劲啊 嗯 我吃完一块鸡排了 差不多了 儿子 开动 夹 夹着吃啊 别不好意思 不要腼腆 我也不拍你 哎可以了 你以为吃完鸡排就完了 还有意大利面呢 意大利面怎么吃 别走开 我吃完鸡排喝完酒 回来告诉你们 意大利面 该怎么吃 先吃鸡排 喝花生米 一会儿回来 正好呢 涉及到这个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用这个电饼撑 加这块肉 我们涉及到一个筷子的问题 那个筷子的文化呢 我就正好顺 顺便 给大家 用一分钟的时间讲解一下 下面是方的 下面是圆的 上面是方的 这代表什么 我们中国人对万物万事的理解 叫做天圆地方 对吧 好那大家知道这筷子有多长吗 这筷子长度 七寸六分 代表着人马的七情六欲 知道吧 为什么要代表着七情六欲呢 意思就是说 当你通过这根筷子 吃自己的食物的时候 要学会节制 你的七情六欲啊 要通过这双筷子有点节制 这样你呢 才能 控制住自己 才能更好的向上发展 控制好自己的七情六欲 另外筷子怎么用 也是有讲究的 是有主有腹 主筷子放在这里不动 他是永远不动的 这三个点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这是不动的 而腹筷子 放在这里 他是一直在动的 看到没有 就这么个概念 所以这是筷子正确 使用方式 如果你不知道我再给你演示一下 首先叫做什么 折合把你的把你的手比成一个枪 把这个筷子放在这里 然后把大拇指往中间一按 这就是主筷的位置 而腹筷的位置叫做什么 这时候呢 腹筷的位置叫什么 看到了 就是握笔 握笔用这三个之后 大家会握笔握笔用这三个字头对不对 这样书写对不对 这样书写的时候这样子 好把这筷子再伸回去这样叫做 主和腹 主筷有什么区别意思是去告诉一个家庭两个人 你一定干什么事情有个主有个腹 主筷子不动 主筷子一直动 要不然就不能俩人一起动吗 对不对 要不然我稳如泰山 你动如托处 要不然你动如托处 我稳如泰山 对吧 别得瑟 好了 文化讲完了 来儿子 给你加个鸡肉 能不能记住 筷子的文化 以后多学点 三块鸡肉 我一共是六块 他吃三块 我吃三块 紧接着就是我们对关键的时候 我们先把这个鸡肉放一边 用我的三寸不烂 手把我们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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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 然后紧接着之后呢干嘛 我们把我们的一大命令面呢 乘一点放到这个地方去 用什么乘 这是骨头汤啊 大家都知道 我们用的骨头汤 好像得用勺子是不是 我有了最简单的办法了 这时候不用管啊 什么骨头了 鸡骨头汤了 用鸡骨头口套包包的意大利面 你要放多少 我个人建议呢 放的差不多 全放进去 好像差不多全放进去 但是这时候呢干嘛 不是说全放进去之后呢 就让这个面呢 就去做 这时候呢就是完后呢 就是你想放什么料 就放什么料 想怎么吃 就怎么吃 这个东西呢叫做 煮菜 煮食 对不对 儿子 今天要多吃煮食 少吃菜 我今天呢 喝喝酒聊聊天 让你感受一下 你老爹的可爱 不容易啊 为人父母 哦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见 我是